这是丰田的亚洲石 低配 和我之前在海南租那辆 广西丰田的陵上 是姊妹车型 你看这车轮台 205516 这应该算是A加级的车吧 配尺寸这么小的轮台 这新车就是好 跑了8000公里 既有还能见亮呢 反正这车咋说呢 你不考虑歌音 不考虑配置 就买它这个2.0CVT的东西总成 把它当一个卡罗拉用 确实是不错 它怎么空间方面都比卡罗拉要好一点 然后还适合丰田 在一个这车现在优惠后 比卡罗拉也就贵一万块钱 挺好的 我觉得也不是不能买 适合对驾驶 乐趣没什么追求的家用用户 一汽丰田 一个是亚洲市 再就是义泽 还有灵放 锐放 都是不好卖的车型 不过现在好 有了BC系列之后 这些车型还算好卖的 这机舱和之前排的上岭上 真是一模一样的 二样不差呀 2.04系 CVT变速行 这车大灯关不掉 就这几个档 这设计算合理吗 然后底配 看这个植物的门板 也行了 就是有点 拉拉巴巴 这配置低的 塑胶放映盘 多少公里 7800公里 是自动空调吗 不是 手动空调 还好它得带着屏幕 这档杆 收盖真好 但还行 丰田就是这个L2级别的 驾驶辅助 都得带了 只是说 内饰 舒适性方面的配置 一点都没有 它可能是为了卖高配 还行 后座有空调触风口 有两个C口 应该是C口吧 A口 有两个A口的电源输出 2.1安 座椅 这座椅 面料真的是太差了 它不是那种绒布座椅 就是那种触感非常差的 织布座椅 这个丰田标值钱了 看这个尾灯 还是路苏灯泡的 后背箱倒是挺大的 而且能四六放倒 看看这个 备胎 有 随手农具 备胎在哪里 备胎在这 小备胎 是马基斯品牌的 尺寸在这里 T1257017 还行吧 该有的都有 但是 但凡有奢求的东西 一点都别想 看这个细节 这应该是 丰田车的优良传统了 一点都不掩饰 它觉得正常 没有人看这个位置 嗶 这 东西 这 ز 杜